日前,甘肃兰州首座生物降解生态厕所出现在兰州红星巷 该卫生间采用微生物降解技术 使用卫生间时利用自动感应的泡沫做覆盖 并且进行排泄物生物降解,全程几乎不用水冲 卫生间遇到断电情况时,仍然可以和正常卫生间那样冲水处理 卫生物降解还是会保障卫生间的运行 兰州市城关区环卫局工作人员顾鹏飞向记者介绍 生态公测只需要三年清淘一次,这期间不会产生一点臭味 公测高度智能可以随时反映设备运行情况 这座公测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和特点呢 主要是它通过这个生物降解池对排泄物和污物进行分解处理 产生很少的残渣,进行处理之后实现生态循环 转化成这个有机肥 第二个特点呢,就是这个公测呢,无异味,节能环保,耗水量比较低 据我们估算呢,每年就是相较比较这种普通型的公测呢 节水量可以达到1200吨左右每年 作为兰州首个生物降解生态公测,它并没有坐落于繁华区域,而是因地制宜选择在上下水较为不变的区域 附近住户表示,如今厕所革命,让他们的卫生环境变化真的非常巨大 这个变化特别的大,住了一个三十多年,原来在这儿是汗色,又臭又臭,整个人都进不去 现在这个变化挺好吧,我现在回来以后一看这个变化,是环保生态 从款式各样方面是环境威慑,挺舒服 据了解,兰州红星巷周边没有设置污水管网 所以首座生态厕所建立在了红星巷内 随着厕所革命的推进,精致的生态公测不仅为大家创造了良好的如厕环境,也改善了如厕体验 感谢观看